早安气象时间 刚刚透过窗戏 你可以看到太阳已经露脸 看起来真的非常有夏天的feel 我们就来问志宇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 全台湾可能都会像小烤炉一样热烘烘的 没有错 从今天开始就回到一个典型的 夏季的天气形态 所以各地是又热又晒 主要非常关键的就是 虽然说在今天还是一个 西南风的风场里头 但是未来几个天气 重点第一个要注意到的是 太平洋高压势力要慢慢推进来了 当太平洋高压增强的状况之下 各地就会又热又晒 而且午后会有些零星的午后的雷震雨 所以说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夏天 所以典型夏天要来了 而说到夏天 大家想说今天的台风状况怎么样 以气象局的预估来说 接下来马上要到来的就是台风季了 预计在今年青台的台风大会有三到四个 这个也是符合平均的气候值 所以等于说跟往年的预估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以今天的天气状况来说 大家最有感的还是高温了 我们先来看到昨天的高温出现在哪里 昨天最热的地方在台东的太马里 38.9度很明显 就是因为凤风的影响 在今天东南部还是要特别注意到凤风状况 因为在今天的风场还是整个西南风吹进来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整个花冬纵谷 以及在大台北盆地里头都会变成热区 当然在今天的高温灯号 亮的也都是这些区块 有哪些地方呢 像是台北 新北市 还有宜兰 花莲纵谷这些地方 亮了黄灯 高温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 而最热的地方会出现在台东线 亮了橙色灯号 代表高温有机会冲上38度以上 所以说在这些区块的观众朋友会发现说 天气跟昨天影响蛮类似的 都是温度明显偏高 但是降雨的部分其实就会有些落差了 昨天其实雨势受到水气减少 已经各地的雨势开始慢慢地缓和下来 在今天的雨势也不多 在中午的时候呢 包括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发展机会 主要在下午的时候就发展在山区部分 有一些午后的热对流 还有毕竟是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面的包括在这个屏东这个区块 一整天断断续续 会有一些非常零星的雨势 到了晚上明天凌晨的时候 在中南部地区也要注意到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飘雨机会 主要就是海陆风符合的影响 但是到六日两天的时候 大家除了高压要特别当心之外 天气又热又散 也要注意到高压南方的低压区 也就是现在我手上比的这个位置 这个会有个低压区 慢慢地进入到南海的部分 所以就会让我们台湾的东南部 水气稍微略多一点 虽然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 但是会让六日两天的午后降雨变得比较多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天气状况 最后我们来关心到各地的天气重点了 以今天的天气状况来说 北台湾还是热烘烘烘烘的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4到36度左右 尤其在大台北盆地里头 台北市新北市温度偏高 各地都是个艳阳高照的天气形态 所以此外线也都要特别注意到 有机会来到危险级 再来往中部移动 苗栗台中彰化南头云林 也都是个艳阳高照的天气状况 中午高温大致上落在32到33度左右 再往南走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屏东一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不过整理来讲 南部地区还是又热又晒 往东走一南花林台东 还有外的地区马祖金门澎湖 也都是一个又热又晒的天气状况 大家外出活动要多喝水 小心别中暑了 把时间再讲个例如 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开始要做好 抗热大作战 包括多喝水防晒防中暑 我们非常谢谢智语